日本台灣選擇支友會接牌 籌備處接牌儀式請接牌 保護員會籌備處接牌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申告插旗東京 一個人走得快 一群人才走得遠 只是想要找志同道合的人之前 似乎已經先得罪一群人 因為柯文哲接受日本NHK專訪時 談到釣魚台的主持人問題 說其實一般台灣人不是想要那塊土地 而是希望可以在那裡捕魚就好 我認為這應該跟日本的想法一致 我們可以先解決沒有爭議的部分 有爭議的部分 之後再處理 釣魚台是我們的領土 我們蹭土不讓 釣魚台是中韓民國的領土 真的實在是沒有辦法 再用耍水皮的方式來度過這一關 我們從頭到尾沒有說要犧牲 主權嘛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這樣 我也知道反正就是這樣 選舉到了 然後不管他 你要是前後人這樣讀過去沒有問題 他說解你一斷 說自己是被斷章取義 只是柯文哲也被點出 除了釣魚台爭議 之前說不擔心核廢水四年後流到台灣 相信日本是負責任的大國 也被質疑在討好日本 先解決老百姓面臨的問題 也就是說先解決民生的問題的優先嘛 那我也知道選舉到一定要這樣 怎麼講就是穿著互費啦 然後這個小事擴大 還是認為自己被放大檢視 只是想跟日本保持友好的 可不只有他 在台灣然後去宇那國島 去看看他們日本集西的地方 再回來台灣 打著觀光大旗 立法院長由錫坤說 7月4號要從宜蘭 直接搭船到沒有射海關的宇那國島 幫台灣也幫他口中的兄弟日本拼經濟 綠白似乎都對日本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 TVBS新聞的立場劉宇俊維加喜禮品儀日本中今的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